香茅草是一种常见的食材 香茅草又称柠檬草 其具有浓郁的香水柠檬味道 是冬阴公泡饭烤鱼等的重要食材 除此之外还具有缓解感冒头痛等重要的药用价值 外用还可以驱蚊 今天教大家制作香茅草驱蚊花露水 将挑选好的香茅草洗净后擦干 这批香茅草是去年买了苗托小伙伴种植在山上的 今年洗货丰收 采摘量比较大一次性用不完 可以打开烤箱风炉80摄氏度低温烘烤6小时 用不完的将水分全部烘干后抽真空保存 制作花露水 首先要准备洗干净并消毒好的玻璃瓶 首先用这个500毫升容量的玻璃瓶 放入80克香茅草 加入388克75%浓度的酒精 用保鲜膜覆盖并拧紧瓶盖 酒精的用量就正好没过香茅草即可 经过4天的浸泡 倒出30克香茅草药酒 有条件的小伙伴可以尽量泡酒一点 将20克烧开过的常温纯净水加入药酒 用玻璃瓶蘸取0.5克抗菌剂后放入香茅草花露水中一起搅拌 准备一个50毫升的分装瓶 将花露水倒入分装瓶中 扭紧盖子即可 药酒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多泡几天 泡10天或者一个月后再制作效果更佳 这几天蚊子太多了就急着制作了 喷在皮肤上一点也不刺激 有一股浓郁的香水柠檬味道 花露水在存放过程中要避免靠近明火和高温 不要长期放置于密闭不通风的车中 避免发生火灾或者爆炸 希望本配方对大家有所帮助